买西洋参的朋友 你有99.5%的机会 买不到原产地的高龄参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大家好 我是西洋参老梁 专注加拿大原产地西洋参十年 这是西洋参片啊 来粉丝先吃 咱们边吃边聊啊 今天回答大家一个问题 有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 老梁的微信个性签名上 用了这样一句话 买西洋参找老梁 您就超越了99.5%的买身人 很多朋友就问 这个99.5%怎么来的 为什么买了老梁的西洋参 就已经超越了99.5%的人 是这样的啊 前些天的时候 我查阅了一些数据 我发现咱们中国呀 全年销售西洋参的产量 是三万吨啊 看过老梁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我有一集专门讲过 北美武达湖地区原产地的西洋参产量 现在武达湖地区保留两块产区啊 一块是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 在密西根湖的这个西岸 有一个马拉松县 有一百多家正规注册的西洋参农场 还有一块是在咱们加拿大 伊利湖的北岸 有150多家西洋参农场 就这两块产区 这两块产区呢 全年西洋参的产量是2000吨左右 一个三万吨 一个是2000吨 这两个数据呢 我们对比一下 你就会发现西洋参的原产地的产量 占到中国全年的西洋参的销量 只有5%不到 所以如果你能买到加拿大或者美国的原产地的西洋参 那你就已经超越了95%的人 接下来说找老梁 为什么又成了99.5%的人呢 老梁卖的西洋参是加拿大西洋参里边的高龄参 就是5年以上的西洋参 这个参农在5年以上的西洋参呢 占全部西洋参产量的10%左右 所以你只有5%的机会买到原产地西洋参的话 那么你找到老梁再乘于10% 你就只有5%的机会 就是0.5%的机会 买到北美原产地的高龄西洋参 所以这就是99.5%的数字的来源 您找到老梁就已经超越了99.5%的买参人 也就是说咱们国内买西洋参的朋友 你有99.5%的机会 买不到原产地的高龄参 所以找老梁 你已经超越了99.5%的买参人 好 恭喜您 您看到这个视频 您也超越了99.5%的买参人 用金字塔来做个比喻的话 您找到老梁就是已经在金字塔的塔尖的 0.5%的尊贵的幸运的 西洋参消费者 好 恭喜您 祝您和家人都平安健康 买西洋参找老梁 做西洋参的金字塔尖的消费者 拜拜 拜拜